第二句呢 主奇特法 这个奇特法就是念佛往生的方法 我们看主题 静音俗语 佛俗德法 超出愚人 在世所无无云奇特 啊 佛要不诸奇特法 怎么能说得出奇特法 诸就是什么 他心里有话 奥耶大师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弗 修什么法门成佛的 别人没说过 只有奥耶大师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说出来了 世尊成佛 是念佛成佛的 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这个法是奇特法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放在法菩营陀佛的 放在法菩提心后面 这就很特别了 很稀奇了 为什么呢 三佛的排列 第一佛是人天佛 第二佛 第二佛是二臣佛 胜文月球 第三佛是大臣菩萨佛 菩萨佛还要身心因果吗 我年轻的时候 出读这个景 看到这一句话 感到很奇怪 身心因果 我们人都相信 相因相果 我有我报 我们都相信 难道菩萨不相信吗 哪有这个道理 这么一句话 放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带来难题 想不通 它要放在第一句 第一佛里头 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放在第三 就把我们搞糊涂了 那这个英国 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 不是世间这样的英国 一定是讲别的 真的想了好几个星期 在恍然大悟 这什么用过 念佛是因 成佛是苦 这样说法的时候 就能讲得通了 念佛成佛这个事情 世界人不相信 二臣也不相信 二臣也不相信 唯有大臣菩萨 他们才能相信 他们才能移交风险 那换一句话说 达到了最高峰 达到究竟圆满 是什么 所有菩萨 最后成佛 都是念佛成佛的 这谁知道 明心见心 那就是念佛了 可里没念 心上念了 心上要没有自信 自信是政府 你怎么能明心 怎么能见心 明心见心 是心念 所以这一句 放在这个第三符里头 意思 声光没有边际 太神了 一般修佛的同学 念下去 就念过了 没有想到这么深的意思 想到这么深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遇到 神明佛法门 所有法门里 无比书限的第一法门 成佛的法门 遇到了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这不能不懂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